展现执法决心 凤林警分局侦查队和南平派出所 近日执行清源专案 清查凤林郊区的某处公寮 发现一部可疑的小货车停放 现场还有三名的犯险 看到警方就立刻逃窜 经过警方的逮捕 当场查获了非法的安非他命16包 吸食器还有玻璃抽等相关的违禁物 而在公寮内则发现了十字工一把 还有弓箭三支 专案依法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凤林分局在查气的过程当中 流性车主是跳入了附近的大排水沟 逃窜离开现场 警方于公寮内查扣了流性嫌犯 持有的海洛因两包以及安非他命 警方表示打击犯罪是警察 则无旁贷的使命 由侦察队姚副队长带队 清查凤林郑辖内郊区某处公寮 发现一部可疑小货车停放该处 现场可疑的犯险三人 发现警方后立即四处逃窜 经警方追捕后 当场查获丁贤持有毒品 安非他命吸食器及玻璃球 同时查获秋贤持有毒品 安非他命并于公寮内查获秋贤 非法持有的十字弓及弓箭 全案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违反枪炮 弹药刀蟹管制条例 以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令流性车组的逃窜离现场 警方于公寮内查扣流显 涉嫌持有的毒品 海洛因及安非他命 本分局另一相关的市政 扩大侦办 全力弃捕流显道案 远警落实清源专案勤务 及时侦破毒品 以及枪炮弹药刀蟹管制条例案 无疑是为治安注入了一记强新针 并展现警方进化社会治安的决心 记者林杰 丰林郑 采访报道